记者吴博轩台北报道,高教工会质疑台湾运动彩券公司入主台湾观光学院是禁于校产,教育部记职司长杨玉慧表示,今年2月起,台湾的所有校产已经全数信托,是私校榜样,展现台运决心,是半学而非禁于校产。 高教工会经召开记者会,控诉台湾的公益董事在今年2月换成台运公司的推荐董事成员,还有交易契约书曝光,认为是董事私相授受,而台运以6000万元代价,就取得台湾近8亿元校产,批官方与公益董事失职。 记者司长杨玉慧受访时,陈仲表示,面对指控非常难过,外接此说法是对公益董事很大侮辱,因台湾过去累积许多负债,公益董事十几年来帮台湾清偿十几亿元债务,可惜少此话是不可逆现象,加上台湾未处花莲,当初才想在学校还有可用资金的情况下,让教师游离游退。 杨玉慧说,台湾事件的过程都非常公开,后来有台运公司愿意协助,不愿台湾应少此话走向退场,打算把学校规模缩小,留下厨艺科系,另成立青少傍远区,知讯中心等,帮助运动与在地人才培育,公益董事,是在自主组织及意愿中进行董事会该组,其中并无交团所称不法行事。 针对有台关教师指控,去年遭官三天逼签字遣同一书,杨玉慧说,尚无接获任何老师检举,校内还有两名教师没遣同一书,也依旧在职。 至于规规校产,杨玉慧透露,台关作为学校财团法人,今年2月已正式将校产权数交给台湾银行信托,展现台运公司决心。 不是为了校产此举可供其他私立学校参考,应可让外界放心。